今天应该是圣诞的礼拜 但是也是一百年 最后的一个礼拜 展望一百零一年 我记得老愿意从 耶稣亚在晚年当他一百一十岁的时候 在耶稣亚记最后一章当中 他对他一生的回顾 当作我们一百年来 我们自己对自己侍奉的回顾 也当作我们一百年一年 侍奉的参考 如果说能够跟圣诞节上编的话 那我们说就像三个博士 他们以博士之尊 他们以一个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但是只因为看中天空中的 一个小小的核心 他们愿意拿他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黄金 如香 莫要来献一生 千里迢迢的 就是去找耶稣 耶稣亚记 有什么特色 耶稣亚记 大家知道 耶稣亚是奉公为基的人 说他奉公为基 他蛮有神所思的应许 这个不简单 神亲自小于 耶稣亚说 那个时候摩西已经死了 神就跟耶稣亚小于他说 你要什么 刚强 什么 壮胆 要刚强壮胆 亲自跟这个年轻人讲 你一定要刚强壮胆 当时耶稣亚 虽然跟摩西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征战 耶稣亚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但是神要他要刚强壮胆 我已经在东海教书业满35年了 如果人能问我说 你对年轻人有什么样的这种信念 或者有他们话可以免疫他们 我觉得当初神给耶稣亚的这么一句话 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叫做什么 刚强壮胆 所以讲刚强壮胆 他是代表人物了 他满得上帝的恩赐 应许应许 亲自听到 神跟耶稣亚这样的小运 那是不简单的 第二点 说耶稣亚好 说耶稣亚值得我们去思考 因为他所法 他所诫命 他是一个很所法的人 他所惜律法 遵守诫命 而且他能够执法如山 在他带这个 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漂流的时候 去找定金的地方的时候 他执法如山 坦白讲 他不输给摩西 这一个年轻人 满得上帝的恩典 做了很多 他被赋予的工作 他一个一个都去打成 他不仅说话 他文武双切 稍微有善战 虽先施主 能带军 闲锁战争之道 还有策略 有谋略 吃到这么一股 懂解释 他不仅懂解释 也懂行政的能力 对我们老爷的话 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代表 他在事用当中 他处处得利 这是一个文武双全的 所重用的一个仆人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发现 耶稣亚这个人 他谦卑 他顺服 他谦卑忍耐 为众人之表率 他灵命很成熟 他尽且 他顺服 他可以说是最佳的领导 也是我们最好的魔幻 如果讲下去 耶稣亚值得我们大书特殊 但是 当耶稣亚知道自己生命 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 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 他居然就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看着非常非常感动 他怎么说呢 他用 他说 可以今天当作我们的主题 用四个飞来解释 我向来 国益发言中不大标准 我用这个题目 坦白说 很冒险的 服侍是非 有时候不大清楚 服侍是非 但是我想一想 就让人增加印象吧 如果咬字不清 你就当作笑话 但不要忘了 耶稣亚 他对他一生当中的攻击 他用四个飞来解释 但是我们先看经文 耶稣亚记二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他说 你们过了耶诞河 到了耶利哥 耶利哥人 雅摩利人 比利喜人 迦南人 赫人 德撒加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都不与你们仗战 意思就是说 当耶稣在 迦南地那边飘雷的时候 有八个主啊 跟他争战 他要抢地方住 大家都要抢地方住 又不能住 争战啊 但是耶稣怎么说 我把他们 交在你们手里 奉上帝话说 上帝说 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我打发防风 飞在你们前面 将亚摩利人的二王 从你们的前面 免出 并不是用什么 你的弓 也不是用 并不是用你的刀 也不是用你的什么 弓 虽然这个八族都被我们打败了 但你要小心 你要注意 神让你可以打败他们 并不是用你的刀 也不是用你的弓 是用什么 神说 耶稣人就带着 神说是用防风 我特别去查 防风 到底赶了多少族 八族当中 他们大概赶了四族 等一下我再解释 二十四章 十三节 有写的 他说 我赐给你们地土 非你们所修制的 我赐给你们成义 非你们所建造的 你们就住在其中 又得吃 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盐 甘蕾盐的果子 刚才我们看到的 非用刀 非用什么 非用弓 第一个非 第二个非是怎样 我赐给你们土地 非你们怎样 所修制的 我赐给你们成义 非你们所建造的 你们住在其中 又得吃 非你什么 栽种的葡萄盐 甘蕾盐的果子 这一切都不是 你努力得来的 耶稣来回顾他一生 我搞了一辈子 做了那么多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 神只是用我而已 并不是这个的攻击 都是我自己 努力去打成的 怎么说呢 英文就不讲了 第一非 并不是用你的功 也不是用你的 不是用你的刀 也不是用你的功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功 什么叫做刀 我也会之间 用武力打天下 像成吉思汉 像亚历三大 像秦始王 像非常非常多 伟大的王 当然他们说用他们的刀 用他们的什么 功 但是一些人打败八祖 跟刀 跟功 没有关系 现在什么叫做刀 什么叫功 当然可以讲鹅蛋 讲飞机 讲舰艇 宗教之间 也有所为用刀 用功的事情 我们知道 像世青东征 虽然有些可歌可泣的事情 但却有很多宗教上之间 更多的仇恨 跟冲突 这个都有 但是用刀 跟用功 耶稣要说 你们战营 阳魔力人 不是用刀 不是用功 是用防风 我看了那个防风 一查 八个组当中 有四个组 都是审 拆派防风 在他们前面 怎么样 打钱 我打发防风 会在你前面 将我 阳魔力人的恶王 从你面前 这样 拈出 并不是用你的刀 不是用你的功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防风 赢过刀 强过功 我们在看 出埃及七的时候 二十八节 我就看到了 我要打发防风 会在你前面 把西魏人 迦南人 赫人 拈出去 加起来四个组 这八组当中 有四个组 都是神自己 用防风 来赶走这些敌人的 不是用到 以色列人的刀 跟功 你看 加起来一个四组 我们再看 这数字当中 是杨魔力 西魏 迦南主 跟赫组 从这个防风 在赶走敌人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 一个非常非常 sweet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出埃及七二十三二十九节里面 从刚才二十八节 连下去讲的话 我们再看这一段 二十九节 我不在一年之内 将他们从你面前 连出去 为什么不在一年之内 把他们连出去 他说恐怕地 成为荒凉 隐蔽的兽 多起来害你 我要渐渐地 将他们从你面前 连出去 他说渐渐地 将他们从你面前 连出去 等到你的 什么 人数 加多 能够承受那 无地 违业 你才被逢来 不是赶快把他赶走 不就得了吗 你要消灭敌人 不是赶快把他消灭就好了吗 你为什么不在一年之内 把他完成 你为什么让他们还在 永远在 那个池 好像永远在旁边 谁用那一句话来讲 说我不在一年之内 不能将他们领出 我只是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 连出去 为了是怎么样 避免地 成为荒凉 避免野兽 多起来 害你 请注意 今天里面这个时间概念 不在一年之内 还是渐渐的 不是在一年之内 为什么 如果赶得太快 怕地荒凉 如果地的荒凉的时候 野兽多起来 会害人 渐渐 是什么意思 只要等我们人 多足以承受 那地会应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